大家好 我是大鹏 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长青 笑里 说这里有一家藏了200年的 历史的压米粉 咱们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 有着历史的典故 看看它好吃不好吃 王姐 我是小林米粉的 比世代创人 咱现在这个干了有多少年了 200多年了 200多年到你是第十代创人了 像咱这个米粉的这个特色是什么 晴亮双坡 臭炭 就是 是这个没有任何添加的那种 没有任何添加剂 一年年 获得了当史级匪役 去年我有品味了 盛级匪役 盛级匪役 对 太厉害了 百年传承 对 大姨这从湖面开始有多少道工序 十三道 有十三道工序是吧 每一道都是单这个研把质量纯手工的是吧 不是纯手工的 现在都 黑熟的 弱势的现在这个力气和门 力气和门都干了是吧 卖了 那边是什么门阿姨 纯小米 纯小米 有股发酵的味道呢 脆甜的发酵 是发酵过的是吧 我闻着有股这个就是这个面面香发酵过的味道 发酵 就是 小米发酵了 小米是发酵过的 是吧 这个面和的这么近都是有比例的吗阿姨 有比例的 有点有点乱 这到现在得有多少道工序了大姨 现在要说现在得 也得起把这道工序 就从玄米开始是吧 玄米的发酵了 上面发酵了 没出辫子的 塞了 然后是再发酵出来是吧 这个你用这个就是用这个框有多少年了 这个框从 从过来都用30-40年了 你来都30-40年了是吧 哎呦 哎呦 这太费功夫了两个能压 但现在卖多少钱一份 这现在大份是8块小份是5块 这吹小米的 这个的发酵 记得发酵了 是的是的刚才我后面的时候看到了什么都没有添加 对 但是一直最早的时候就这个传统的脑作法是吧 这个是传统的脑作法 这一种 但是我这在 我这在 第九代的 第九代了 哦 现在两百 九代就是两百多年了 啊啊 九代的 啊二百多年了 20年一代 对啊 对啊 20年一代 哎呦很厉害 传统手艺 哎呀 对啊 对啊 二楼都都宽地来的 还没给他改变这个 哦就 没改变 哦一直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对 一直都吃不吃不吃了 是咱们这过来吃米粉的最远的从哪里来啊 哎呀 那里的啊就是 牛逢的 太安的啊 草木厨的啊 嗯 那是 还不过的啊 那边这个 荷子的 都上这了 哦 荷子的也过来啊 荷子的也过来啊 这也是在山东明吃了哈 就是在 哎呀 那藤荆也上过世界上的中国是吧 哎哎呀上过 上上的都是这个 比 中央洪池满 牛逢的在山上 你看到这米粉 他小米粉是接了碗 哎呀这一都是出酒碗这是啊 现在的出十多碗吧 这十多碗是吧 天气热了吃两道天的是吧 天气热了吃 天气热了吃两点 这种就是大费的是不是 啊 这种是大碗的是吧 这是大碗 哦大碗的 这一碗就是8块钱 哦就值8块钱 8块钱便宜不是值8块钱 有大费 这里边浇的有大饭 香菜 哦这香菜汁是吧 对 这是土 哦土 这是麻汁是吧 这就是带着香橙芽是吧 哎哟 好嘞 看看传统的捞手艺 咱们家有蔬食是吧 对 这都是自己炉制的 咱们家有蔬食是吧 哦这边也很忙 你们太厉害了又是厨师是吧 对吧 太厉害了 你们家我家的人你们家都是男的 男的帮我女的干活的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里面叫的什么 叫的霸雨 大姐还会拉锅 还会炒菜 开了的大姐 好了 要了一碗米粉 太有心悦了 它里面上面是放的消费芽 然后是麻汁 有香菜 这里面还有蒜末 你看 一根是一根的 全手工的 放点辣椒 它这个米粉 酸爽可口 一点也不腻 虽然是放了麻汁的东西 有的东西腻 但是它东西不腻 特别的抠爽弹牙 点了汤汁调的太爽口了 夏天来一碗太爽了 酸爽可口 中华老的话太爽好吃了 看一下 这原来是的 哇